据报道,目前孟加拉总理哈希娜在演讲中批评了美国干涉孟内政,表示一名某国白人曾提议,如果我允许该国在孟境内设立空军基地,他将保证我轻松慎选连任,他同时也表示,我绝不会通过出卖领土或主权来获得主权,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注意到哈希娜总理的讲话,这体现了孟加拉国人民独立自主,不为外部压力的民族精神,个别国家谋求自身私利,公然拿他国选举做交易,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充分暴露出霸权、霸道、霸凌的本质。 中方坚定支持孟加拉国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外部干涉,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那么我们关注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了9万列,而货值也超过了3800亿美元。 那么我们回望中欧班列从无到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请问发言人如何看待班列对中欧及全球经贸往来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首先祝贺中欧班列创造了开行的新记录,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5个国家223个城市,连接亚洲11个国家100多个城市。 过去8年间,中欧班列的年开行数量由1702列增加到超过1.7万列,年运输货值由80亿美元提升至567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欧贸易。 黄金通道,道路通则百业新,中欧班列运载的是商品,传递的是机遇,带来的是希望。 班列不仅便利了中欧商品更加快捷地通达对方市场,也带动了新的物流、工业、商贸中心和产业园区不断涌现,架起了中欧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桥梁。 中方愿同沿线各国共同努力,推动中欧班列继续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为共同发展提供更多的新动能。 据了解,在昨天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方达成了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昨天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四年多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议通过了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发出了东北亚国家加强团结,深化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号,为当前动荡变革的国际局势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 联合宣言积极评价三国合作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明确了下阶段的重点合作领域,提出了一些具有雄心的目标,反映了三国合作的强劲需求和内生动力。 三方重申落实2019年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同意深化经贸合作,讨论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鼓励加快关于RCEP新成员加入程序的讨论,重申保持市场开放,决定加强供应链合作, 在出口管制领域保持沟通,努力打造全球公平竞争环境。 三方同意推进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合作,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沟通,努力恢复三国科技部长会议和信息通信部长会议, 同意加强人文交流,将2025至2026年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 力争到2030年将三国人员往来规模增至4000万, 三方还将在联合国、东亚合作以及三方都参与的其他多边框架下保持密切沟通。 除联合宣言外,此次会议还达成了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年愿景联合声明和关于未来大流行并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两份成果文件。 中日韩合作已经开启全面发展的新征程, 接下来中方将通韩方日方一道,切实落实好上述成果文件, 持续深化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 更好的助力三国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促进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